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30日星期五 今天节目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 就是我去外面咖啡店的时候 往往会使用公共的WiFi 但我使用公共WiFi系统的时候 会跳出一个提示框 说公共WiFi不安全 因为连接同一个公共WiFi的其他人 他可以浏览你的信息 可以获取你的信息 种植的话就可以窃取或者攻击你的系统 有的人认为可能个人信息无所谓 不重要 其实每个人手机上的信息都很重要 可能你有银行卡的记录 或者信用卡的记录在上面 或者你有负账的记录 或者你有医疗的记录 这些信息在暗网的黑市上都可以卖到上千美元 我上次提到的ExpressVPN这个软件 不仅仅是可以翻墙用 其实它也可以加密自己的系统用 它是百分之百的加密 它就不会出现被黑客盗用或者攻击信息的情况 ExpressVPN在家里也用得上 因为你家里的电脑不要认为很安全 因为网络供应商可以浏览你的信息 可以记录你的登录时间 它可以帮你的信息卖给广告商 在很多国家都合法 比如在美国像 Verizon 或者是 AT&T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就不一样了 因为当局可以下令任何的网络供应商监控你 并且提供你的信息 让你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个人隐私可言 ExpressVPN在福布斯、CNET、TechRouter上都是评委第一 我上次讲过 这个软件ExpressVPN使用起来很简单 在你的手机上也好 个人电脑上也好 有任何设备你要使用的话 下载安装 点一下就可以启用了 另外 这里有一个专属连接给大家介绍一下 ExpressVPN.com slash潜破空 如果你使用的话 可以获得额外三个月的免费使用 ExpressVPN.com slash潜破空 祝大家使用愉快 奇葩中国总是出一些奇葩的事情 当然这些奇葩的事情 大家也可以做幽默的理解 或者黑色幽默 那最近的一件奇葩事情 就中共的党媒党报公布 说这个频出了上半年 今年上半年六个月畅销书二十种 结果一发现 这二十种的畅销书 其中比较靠前的有七本都带有习近平的名字 跟习近平相关 而有几本没有带习近平的名字 其实也是习近平的 比如说二十大的工作报告 那么也就说习近平同志一约而为畅销书作家 看看这些书有什么 比如说排第一名的 二十本畅销书2023年6月份38年 那么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 排第一名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第二名 然后第四名就是中共二十大的政治报告 没写习近平的名字 但是习近平的 排第五名的是习近平谈自国理政 第六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第八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再变 第九名 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再变 第十三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再变 还有第十一名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也就是说二十种畅销书差不多一半是习近平的 这个成就超过了历朝历代 五千年也好 两千年也好 中国的这些领导人也好 帝王也好 还真没有这样的水平 比如说唐显宗很有才华 欣赏黎原戏剧 欣赏李白写的诗 经常让李白当众写诗或者是朗诵诗 然后让杨贵妃唱《倪桑语义曲》 据说唐显宗要亲自边舞边曲 那就算有才华的皇帝了 但是没有说他是畅销书作家 他只能说当时的畅销书作家是李白或者杜甫 后来宋朝有个皇帝叫宋徽宗 书法很好 他是琴棋诗画 也都是样样俱全 说书法是独树一子 叫寿经体 流于史册 但是没有说宋徽宗是畅销书作家 在宋朝有的是其他人 宋慈就有很多畅销书 包括什么李清照这些 所以既然是超过了唐玄宗 超过了宋徽宗 那习近平这个畅销书作家的头衔 那就是历朝历代所不能比了 当然有人说比唐玄宗 宋徽宗是不是有点不吉利 因为唐玄宗后来遭遇了安死之乱 是唐朝由胜转衰的开始 因为宠爱杨贵妃荒淫募国 也是募国的皇帝 昏君以够 宋徽宗 江山就占颂在他手上 北宋被金国所灭 就是宋徽宗 宋徽宗跟他的儿子宋青忠 甚至被金国俘虏蒙受了奇耻大辱 不仅王国还被俘虏 还蒙受奇耻大辱 死在末北 这样比下来 比柴学是不是有点不吉利 但是这个不得已而已 因为历史上有这种成就的皇帝实在太少 但习近平一举就超越了这两位 昏君也好 是王国之君也好 习近平是一举超越 创造了一个历史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跟习近平的名字做的这么大的一个新闻 这么一件离谱的事情 就在大概上个月 当时中国评论很多的社会科学内的获奖的著作 结果发现 获奖的前面的著作或者作家 全都是研究习近平思想 研究习近平著作的 什么习近平思想解读 习近平治国理政解读 这些人得了讲 那么就说 已经有两件事情了 你只要写习近平的书 你就能得图书大奖 那么接下来只要跟习近平相关的书 那就列为畅销书 那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第三件大事 就是将来中国有任何的勋章 比如什么共和国卫士 共和国勋章 又是什么英模 一级英模 一级老模等等 这些有可能 获奖的第一人不再是别人了 不再是什么钟南山 陈威这些人 什么防疫抗疫的英雄 恐怕第一人是习近平 把所有这些奖发给他 当之无愧 他觉得实至名归 就应该归他 因为在他的领导下 甚至说现在党媒党报说 在他的领导下 关键是个挽救了党 挽救了国家 挽救了民主 有人说 证据在哪里 说什么事情 说习近平挽救了党 挽救了国家 挽救了人民这么厉害 说光有这三句话究竟是什么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但是他应该得奖 就凭这三句话他就可以得奖 所以以后就像苏联领导人柏列日利夫执政了18年 被评委停滞的18年 平庸的18年 但是柏列日利夫敢给自己发奖 浑身挂满了勋章 什么元帅 什么将军 什么列宁章 斯大林勋章 苏联什么一级勋章 都挂在身上 满脸挂满了 满身挂满了勋章 是柏列日利夫 那么现在习近平可能搞的不只是停滞的18年 平庸的18年 恐怕是停滞平庸或者倒退的多少年 恐怕也应该挂满勋章 接下来恐怕这种奇葩的事情就会上演 那么究竟习近平周围这些人清不清楚呢 比如蔡奇是个吹骨手 主观意识形态 他可能据说在北京的副部长以上都叫习近平是皇上了 就是已经是毫不掩饰的了 在内部 那这个蔡奇就是首席太监 小蔡子 恐怕他就是一字三报 向习近平报告 报习近平总书记 你的著作 在这个书店里上了畅销榜 是排第一名 习近平说当真 蔡奇说 当然 当真 是销售第一 是最畅销的书记 结果一离开习近平的办公室 就跟别人讲 弄虚作假 造一些数字 糊弄他而已 过一会儿 又来了 小蔡子 报习近平总书记 你的著作 全部获奖 都是前十名 前七名 习近平说 当真 当然当真 这就是评出来的白字黑字 都是习近平领的助手 习近平总书记领的助手 获奖了 习近平高兴 蔡奇离开办公室 就跟手下讲 谁敢不跟他评奖 这些评委要找死 这些评委都是我找来的 你非得给他评奖不扣 过一会儿 又报小蔡子又来了 报习近平总书记 皇上说 为了看你的书记 书店门口大排长龙 大街小巷 无边无际 习近平一听 心花落放 龙心大悦当真 蔡奇说 当然当真 当然是真的 还拿了相片视频为证 让习近平落不可知 等小蔡子一离开习近平的办公室 就对手下讲 全是群众演员 大概我就认为 习近平周边的人 虽然这是个段子 周边的人应该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整个政府跟社会脱节了 跟明星脱节 跟时代脱节 也跟国际社会脱节 但是习近平本身沉醉在里面 他还真可能相信他就是至高无上 就是明知实归 就是应该上畅销书吧 就应该是自己是畅销书作家 全国第一人 全国十亿人口 大概有名的作家 恐怕也是成千上万吧 所有的作家加起来 现在畅销书都比不上习近平了 不过看到这个畅销书榜 其中有一本 说排第六的叫 唯一的一个说非政治类 也非习近平类的书 说排第六名叫 排第七名 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 这个说明一下想到 中国人很多人自杀 现在是社会乱了 开车撞死人 开车乱撞 迟刀乱砍 然后是跳楼的人不少 此起彼伏 都是一片扑扑声 那么突然出了这本书 那一定要得奖 因为太少有人写这个书名叫 我从未如此恋见人间 可能答案很简单 因为处在习时代 我就透着乐吧 说我眷恋人间 这个书得奖了 这个得奖的背后就说明了 眷恋人间的人太少了 所以你只要说一声 你眷恋人间 你就可以获奖 这是唯一的非政治书记 非习近平书记获奖 大有深意 说到习近平思想 或者习近平著作 习近平时代 跟时代脱节 跟国际潮流脱节 跟民心民意脱节 看到最近 在中国的网站上随时都可能翻车 舆论翻车 比如说有一个新闻 中国党媒党报宣传说 说在美国 美国政府的信誉度又创了新低 只有20%了 然后下面就是一片的网民更替 说美国好可怜 又说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 这个意思就是说 恐怕是讲了中国 还有人说 是不是写错字了 国民是不是写错了 还有人说 我愿意去美国 政府性命这么低 我愿意去帮他一把 等等 这些话都充满了反腐 恐怕是中国政府才是名义度那么低 信任度 还有说 我们今夜都是美国人 我宁愿做美国人 或者说 我们实际上今夜都是中国人 说的是中国人是套到了美国人身上 所以说 我们今夜都是美国人 还有一个新闻 中共党媒党报炒作 说英国有一个基金会报道说 去年英国有七分之一的人吃不饱饭 挨饿 结果网民又沸腾了 下班就沸腾 翻车了 说英国的事情吗 说我们自己有没有统计 多少人吃不上饭 挨饿 说英国还有富豪上街去发免费食物 捐款 说我们的富豪在哪里 捐款了没有 说别的国家动作发免费食物 的确是这样 美国 英国这些民主国家 是大瘟疫期间都给老百姓发钱 另外如果有街上有无家可归的人 有穷人 过任何节日都有人 民间机构 慈善机构 教会出来发放免费的食物 或者是发放免费的物品 让这些人免于饥寒 免于饥饿 尽管人数很少 但是总是有社会关系 要么是政府关系 要么是非政府组织 民间组织去关系 但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恐怕是猪门九州臭 路有洞死果吧 还有一个新闻 说王毅讲话了 说是要求美国善待中国 说将来的事件 美国过得好 中国也应该过得好 好像美国在压迫了中国似的 中国人都知道 美国是针对中共当局 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同情和资源 下面一片翻车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 无数的人跟在后面留言 说 请善待中国人民吧 请善待中国吧 只有美国能够善待中国人民了 只有美国能善待中国人民 美国请善待我们中国人民吧 也就是说 我对中国政府不抱希望了 我对中国共产党不抱希望 能够善待中国人民的就是美国了 有历史为政 在二战的时候拯救了中国 在八国联军的时候退回根治赔款 建了中国的大学 清华大学 燕京大学 就是北京大学的前生 还有改革开放为政 是美国领跑了中国到世界世贸组织 和加入全球化的行列等等 跟着美国这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所以中国的一片声音都是 请美国善待中国 继续善待中国人民 至于你跟中国政府 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我们人民就don't care了 不关心了 未来的世界不应当也不可能让中国平常 而应当是 没关系自己成为更好的国家 中国则必将成为更好的中国 还有一个中国的党媒党报报道 说台湾当局拒绝了中国九省市的官员 去出席台湾的旅游展这么一个新闻 结果下面的网民是行为艺术 二万多个竖大拇指的形象 这个叫做表情包也好 表情图也好 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年轻人掀起了宗旨运动 只要有中共的大外宣 大内宣在上面 我也不说话 怕出现敏感词 禁收词上不去 我就拿个表情包 全部都是举宗旨 全都是一片举宗旨 叫举宗旨运动 竖宗旨运动 现在又来了个竖大拇指运动 点赞 你要说台湾拒绝了中共九省市的官员区出席什么展 下面都有点赞 好啊 好得很 两万多个点赞 一片竖起的大拇指 大家可以看看下面这个视频 看看这个大拇指有多惊人啊 这就是民心所向 这就是民意 而现在的中共当局就跟这个民意完全脱节 说到跟民意脱节 习近平当局就有点像王莽当局一样 王莽是搞复古 搞周治 结果不合时理 说得不到民心 习近平想搞毛时代 搞文革 跟民众脱节 不得人心 其中我说还有两个相向的 一个是王莽手下无人才 习近平手下也无人才 还有王莽靠文字游戏作为来宣传自己的心证 同样 习近平靠作文比赛 或者凭自己是畅销书 畅销书作家来作为 让大家觉得好像他是一名领袖 那最近有个事情证明了 第二点就是王莽没人才 习近平也没人才 习近平他们最近开会 说开金融会议 经济会议 开中美交流这方面的会议 居然请出一个退休的高官出席 说高层密会 这个人是刘鹤前任的副总理 政治局委员 本来是习家军的人物 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还帮习近平去搞谈派 跟美国的谈派 但是刘鹤有一个是让习近平觉得很讨欢心 但有一个是让习近平很不高兴 讨习近平欢心的一件事 并不是跟中美谈派 而是有一回刘鹤主持一个大会 庆祝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建立 就念了他以主持的名义 念习近平的名字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后主席习近平 习近平站起来 大家鼓掌 刘鹤也念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李克强就一贯力站起来 刘鹤一句话不停 又念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一路念下名谈 等出席 李克强刚站了半截 甚至大街的掌声也鼓了一半 突然李克强不得不坐下 掌声骤然而止 刘鹤代表习近平羞辱了李克强一把 当时坐在李克强旁边的习近平 挟住眼镜 看了李克强一眼 对自己这种雕虫小技 小动作 非常的自满自得 表示 怎么样 我可以当众羞辱你 你算老几 主持会议都是我的人 习家军把持 你能怎么样 就满足在这种小技猛 小伎俩 小动作里面 就已经觉得很自得了 就这么一群小人心态在掌握政权 所以刘鹤给他立了汗马功劳 刘鹤代表一件事跟习近平分道扬镳 就是前两年 几乎习近平王滬年就要恢复文革了 就要搞二次文革 而且差点就要给江青的人平反了 因为当时专门委托一个文人写了文章 说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来临 强烈的还是整理互联网 整顿网络平台 整顿国营企 整顿民间企业 国际民退 扫荡思想界 打击教培 扫荡思想界等等 好像是新文革到来了 好像是一股风暴 结果那个文章是党媒党报转载 两天之后被叫停 其中刘鹤有一篇文章在网上流行 就是痛批文革 他本来早先写的文章突然流行 实际上是对习当局的回答 就说明刘鹤因为在文革中深受其害 全家 他的父亲是四川省委的一个组织部长 受迫害从高楼众生跳下 自杀身亡 所以给刘鹤留下了重大的心理创伤 刘鹤对文革深恶痛绝 专门写文章 痛批文革 这个文章不禁而走在互联网上 习近平认为是刘鹤故意发出去的 当时习近平和王沪宁想搞的小文革刚两天就收场 结果刘鹤这篇文章又很畅销 习近平和刘鹤就接下了两字 所以二十大之后说是留任 如果习近平要留任 刘鹤完全可以留任 因为一言九鼎 如果刘鹤出头了 连73岁的张又祥都留任了军委副主席 政治局委员 连69岁的王毅都升任了政治局委员 外事办主任 根据习近平的议言九鼎 刘鹤当然可以留任 但是没有留任 就因为刘鹤反对文革 反对复辟文革 反对给四人帮平反 跟习近平在这个上留下了裂痕 但是现在刘鹤身无一个关子 平民一个 却被请去 该去高层会议 逐渐习近平手下无人 如果你能请刘鹤去出席高层会议 那你也可以请李克强 汪洋出席高层会议 但习近平绝对不干 绝对不愿意给任何的 英文叫credit 或者叫荣誉 或者是光环给李克强 汪洋 或者任何的尊重给他们 但给刘鹤 习家军还可以 但是这就说明跟王莽这三个特点 最像的一个特点 手下无人 没有能人 没有制裁 就一个人在那里经济独立 就表示新潮 王莽叫新潮 习近平叫新时代 听说有惊人的同工之妙 一曲同工之妙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